这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个骨头 这块骨头 都是公骨 有可能有七个公骨 代表了四五个个体 质量非常大 这个很小的标本 就是哈密 整个这个伊甸园的一个 这个化石穹的一个缩影 对于研究古生物的人来说 身边自然少不了几块像样的石头 汪小林也是 身为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 汪小林的生活被龙 翼龙和恐龙环绕 办公室里随处可见 与之相关的书籍摆件 当然还有正在研究的化石 一种蛋器是它并不大的 四五公分 原来是都是压扁的 那么这一个呢 它是一看就立起的 这是新疆的 汪小林手中的化石来自新疆哈密 在此之前 全世界只发现四枚 二维鸭扁保存的翼龙蛋 其中三枚保存胚胎 但在哈密 已经研究报道的翼龙蛋 就有二百多枚 汪小林说 与鸡蛋不同 翼龙蛋是软壳蛋 那么软壳蛋呢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的 它其实呢 它和鸡蛋是一样的 它外面有个硬壳 里边有一个软的膜 叫翘膜 它这个硬壳很薄 翘膜了很厚 所以说总体看是软的 但是其实还是个双层结构 就是我们鸡蛋了 正好想法 鸡蛋外面的胚质硬壳很厚 里边的这个膜呢 很薄 所以鸡蛋整体是硬的 多年研究表明 在哈密目前已发现的 70至80平方公里的 负极范围内 每平方至少一个翼龙个体 推测有上亿数量的翼龙 曾在此繁衍生期 汪小林也由此将哈密比作 翼龙伊甸园 注意点这掉下 注意点掉下来 碎的上面 表面 尤其上面有那个 比如干裂的那个 那个泥纸的东西上面 最容易有了 为什么叫它的翼龙伊甸园呢 就是由于它一个是量特别大 大量的上亿数量的翼龙 在这个地方生活 然后呢 这个花石留下来 而且呢 有这个蛋 有胚胎 有用帘的个气 亚成帘的个气 成帘的个气 就不同的发育阶段的 所有的这个翼龙都有 谁能想到 亿万年前的新疆哈密 竟然成为翼龙伊甸园 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汪小林说 从地层推测 白俄纪时期 这里有上万平方公里的 大型湖泊 湖中丰富的鱼类 为翼龙提供的食物来源 汪小林说 从沉积学和埋藏学 角度分析 哈密翼龙动物群 由突发灾难事件 导致了集群死亡 经过一亿多年的地质作用 形成了如今的花石群